進去防暴警察衝入太古城中心 在溜冰場一帶驅趕 和制服多個人 有警察舉槍和胡椒噴劑戒備 商場在晚上7時廣播 說基於安全考慮關門 要求顧客盡快離開 有人指罵保安員容許警察入到商場 雙方拉扯 網上有人號召 剛剛在太古城中心捉起人臉 以及說要宣揚八成尾心的訊息 而警方表示 下午大約5點多開始 一批蒙面示威者 在太古城內聚集和高叫口號 秩序大致良好 之後一批蒙面暴徒 在太古城內破壞一間餐廳 警方在剛剛6點多採取拘捕行動 警方警告蒙面暴徒停止破壞和違法行為 並呼籲示威者保持理性和冷靜 切勿阻礙警方執法